普里镇玉溪路是普里镇东角居民出入主要道路之一 但因为道路狭小 加上行驶车辆车速较快 而道路旁的电线杆又紧邻白线 因此在车辆汇车时 常常因为闪避不及造成车祸事故发生 其实平常的车辆已经很多 尤其是到了早晚的尖峰时期 车辆更是多 这里也可以说是出入的重要道路之一 但是目前在这里通行方便 但是在周边的这个电线杆的失色 可能有需要做一个调整 因为在这边常常可以发现到 我们的一些会发生一些插状的事故 因为车辆进出拥挤 速度又快 所以说它这个电线杆的设置 比较靠路边一点点 所以常常会发生到车子的插状 有鉴于此 县议员林芳瑜今天也特别邀请台电工程处到现场会刊 初步规划将紧邻白线的三支电线杆往内移 县议员林芳瑜除了感谢台电工程处的用心之外 也提醒用路人行驶预袭路 也要将车速放缓 避免汇车闪避不及 造成事故的发生 今天我们会同台电单位的祭司来现场会刊 目前所做的决议就是 有两三根比较突出的这个电线杆 希望说能够往内移 但是往内移的当下会造成我们这一段施工期间的不方便 也请这边的用路人能够小心的驾驶 能够车速放慢一点 希望说能够改善我们这边的这一个状况 可以做的我们请台电这边尽量的来协助 能够还给这些用路人一个安全的行驶空间 副议长潘一泉感谢台电工程处的用心 也提醒乡亲玉溪路路面狭小 且来往车辆频繁 在行驶此一路段时 也要尽量放缓行驶 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记者 陈维一普里采访报道